画面现场是仁爱国小礼堂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果良 特地来参加基隆社区大学 秋季班成果博览会 在社区大学校长蔡素贞的引导下 小爱爸爸谢果良到每个课程摊位参观作品 也受到老师与学生热情欢迎 一起拍照合影 看到热情的社大成员们 谢果良也请大家之后见到面 叫他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亲切亲民的形象升职人心 小爱爸爸谢果良也颁发教学奉献奖 给在社大服务的罗黎儿与刘金莱两位老师 并以自身经验鼓励所有市民朋友 保持不断进修学习的心 让视野更开阔 我从进入社会 后来我再去念研究所 回到职场参选公职 再进修第二个硕士 然后在这过程中 再参与爱生豪奖金的再学习 我是一直都在努力 不断地终生学习 希望能够跟各位请教学习 一起努力 那国良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 跟大家一起参加 我们社区大学一项都是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让不管是进入社会的成年人 还是希望再度进修的朋友们 都能够有效地继续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大家的成果展 我们是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社区大学能够继续扮演它的功能 能够继续让我们社会上更有更多的人享受更多好的教育 谢谢 那么这一次秋季成果展 我们集结了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 不断线的成果展业 那么各个摊位都集结出他们整学期非常丰硕的成果 那中间当然也不乏有很多的服务性的社团 他们如果透过社团课程去做整个社区的营造跟服务 我想跟着小爱爸爸一起打造有爱的基隆 那同时兼顾整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拓展跟开发 我们希望说以城市作为学习的祭典 让这些课程能够散落在七龙七个区 去打造一个学习型的城市 这场设大秋季班的博览会 动静态的课程展现丰富成果 现场也进行一百一十二年春季班的报名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探寻 基隆社区大学二十多年的办学绩效卓越 小爱爸爸谢国良也鼓励大家 活到老学到老 丰富生活的每一天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